这样的话按一个确定 应该理论上看起来应该只有 应该只有最后这一个 因为这个他两个条件都没有超过 OK 那这个是偶尔函数的用法 跟end其实还蛮类似 差别只是说一个是 连极一个是 一个是连极一个是交极 OK然后NAT的话刚好相反 也就是说如果你要颠倒过来的话 那你可以用NAT 比如说这地方 我们要什么呢 这地方 查看这个什么呢 应聘这个销售主管 他的 学历是否为硕士 如果应聘条件是合格与不合格 那不过合格不合格的话 如果用if会比较单纯 但是我们这个这一题是希望加个NAT 那NAT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把他颠倒过来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人的条件 他有硕士所以是符合什么合格 那这个是不合格 那我们怎么来做 第一个也是这样插入函数 最近使用过有个if 所以选一个if就可以 那if之后的话逻辑 我希望加个NAT 但你如果不加NAT直接可以判断 这一个 这一个条件他怎么样 他要如果等于硕士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直接给他一个 加一个硕士 直接再打上硕士 如果他的条件是硕士的话 硕士是一个字串 所以打上去之后 OK 那不过如果你要 相反逻辑的话 就是在前面加一个NAT 你加一个NAT 直接打上去也可以 NAT 然后直接把他刮扶起来 NAT OK 也就是说本来是True 你会发现如果打一个NAT 上去之后的话 NAT 然后把它刮扶起来 他会变成相反逻辑 就变false 所以如果本来是True的话 那变成本来是合格的 那变成不合格 所以这边这边的话呢本来 应该他是合格的变成不合格 所以这里相反之后的话 上下的那个True跟False呢就颠倒过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就把它改为不合格 把它改为不合格 相反逻辑 那反之的话呢就是合格 OK那这里的话 把这地方 这个变成不合格 那反之的话就是合格 OK False 按确定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把它自中一下 筛选结果往下填满 那这地方 OK 那这样的话就没错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个两个 O跟NAT 画面还给各位一下